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到靜宜大學 參加各位的畢業典禮 我記得2005年的6月 那個時候我剛剛從衛生署下來回到台大 繼續擔任我的教授的工作 我很榮幸能夠應邀來靜宜 也是來講了幾句話 去年我們靜宜大學60周年的時候 因為有公務在身 實在很抱歉 沒有辦法來參加校慶的盛會 我特別提辭育財致遠 還有錄製的錄影帶來慶賀靜宜大學 經過了12年 我發現靜宜大學真的是真真日上 看到了校長 師長還有各位同學 把這個學校均勻的這樣的茁壯 認真辦學而且追求真理 很令我感動 也恭喜大家 真的是把台灣的一個學校建立成在全世界都受到重視的 剛才校長告訴我 我們近於有十分之一的同學是來自外國的同學 這是相當的不簡單 今天是各位畢業生的日子 恭喜你們在父母師長的培育下 能夠順利完成人生重要的領程 真是可惜可惡 在畢業典裡英文叫做commencement commencement的意思不是已經到達終點 而是你已經在起跑點上了 所以今天是各位人生旅途的一個新的起跑點 恭喜你在前一棒已經跑得很成功 而且順利的畢業 但是未來人生將充滿的挑戰 但是我相信在你們師長的教導下 在你們自己的努力下 未來你們的前程是無可限量的 充滿了錦繡前程 所以祝各位能夠同誠萬物